那么上一次实际上谈了一下当时的汉代的政论和子书 也可以讲是汉代散文的一条线索 那么这个政论和子书在汉代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非常有影响的 当然如果讲汉代的散文 最高成就 从文学上来讲 最高成就 当然就是司马迁的史记 毫无疑问是汉代散文的最高的成就 这个不仅是现在这样看 在古代的文学传统当中 其实已经有这样的认识 那么这个史记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书 也是一个有他开创精神的一部历史书 那么大概有几个方面我想给大家谈一下 一个是说这个首先这个话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有所谓这个成一家言的宏愿 那一家一家言的宏愿 他原来的话就是说是要这个 就天人之计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这个成一家之言 其实体现了我之前实际上讲到这个先秦时代的那个史书的时候 像左传春秋左传的时候 就提到过 其实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基本的精神 就是可能和我们今天所要求的 一讲到这个历史的著作 就首先要求真实 这当然是要真实 但是恐怕不是唯一的 甚至如果说的极端一点 不是最重要的 那么司马迁的这个史记 所谓成一家之言 就包含着这个意义 成一家之言有很多的阐释 我想首先这个最重要的可能是这个方面 就是他是有他的这个想法的 他不是仅仅是技术而已 那个这个在史书 在司马迁的这个史记里边 这样表现得非常清楚 他自己非常清楚地表示 是说是要继承这个孔子修春秋的这样一种精神下来的 这样一种精神呢 是中国古代这个起码是上古时代 著史书的一个基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脉络 不仅是求真 而且要求善求毅力 是要讲大义的 要基于自己理想的 这个其实从他的父亲 大家知道史记这个书也不完全是司马迁一个人创作 那个司马迁的父亲的 司马坛 司马坛呢 其实就这个 司马迁做史记 一方面是 一方面是他有这个 写这个历史的这样一种志愿 在很大程度上呢 其实跟他父亲是有关的 实际上也是要完成他父亲的这个遗愿或者是完成他父亲的这个愿望 他父亲曾经提到过讲这个从这个周公之后五百年有了孔子 孔子之后这个到孔子足后至今已经五百年了 这些画质大家都不要熟记得中国传统里边 有这种大报复的这种口气 基本上是这样的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陈一家之言我们要了解 有这样的一种宏愿 他不仅仅是要把历史做一个整齐 做整理 把它记录而已 这是第一个要说的 他是继续着孔子的修春秋的这样一种精神的 那么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说要提的是这个所谓通古今之变 通古今之变 那个当然就天然之记比较复杂 我们这里不多说了 就是说这个通古今之变 通古今之变呢当然这是一部历史书 我们毫无疑问就应该说它是通古今之变是它的一个根本的方向吧 根本的方向 它主要呢从历史的时段上来讲 它是一个通史 它是一个通史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基本上就是它用 它是一个创体 它用五体啊 有五种基本的体式 那大家知道就本纪世家 这个表 这个书和这个列传 这样的五种体式呢 然后完成互相配合 完成了它这个一部 这个从他所认为的就是上古以来的一个历史 当然再往前他认为这个 有很不确定的 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表述它就不谈了 那它从五帝开始啊 从五帝本纪开始一直往下写 一直写到它的当代 写到它的当代 是用这样一种五种体式配合在一起来写的 那么这个当中当然最核心的部分 当然是这个所谓的本纪 本纪 那个后来叫纪转体 其实就是因为一个是纪还有一个是转 他有世家 但是后来呢 这个到了班固 到了班固 东汉那个班固 班固其实是做这个汉书啊 其实也是接续的这个司马先往下写啊 也是有这样一种传承的 那么在他认呢 他把这个世家是给去掉了 只有这个转 是保存了主要保存的智转 表呢当然是把那个时事排队的可以比较清楚 所谓的书 后来班固把它改成叫智啊 叫智书 那么这个智呢 其实也是关于讨论一些特别的一些制度啊 一些历史的这些言格 所以他基本上从司马迁创立的这个五种体式啊 特别是纪传 从文学上来讲纪传都特别重要 那么从这个以后呢 基本上中国所谓的二十四十也好 二十二十七十 什么前四十七十 二十二十二十四十 什么二十五十二十六十 不管怎么样 基本上都是用这样一种体式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造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 他在这个通字啊 他是一个通史 他是一个通史 那后代呢 基本上用他的记转体 但是基本上是断代史啊 断代史 这个争论的非常之大 这个争论的非常之大 为此呢 有些是推崇通的人呢 就是把班固讲的一钱不值啊 这个有的推崇这个通 这个班固的人呢 认为司马迁也没有什么 就是可能就相反的意见 可能相反的意见 所以他是通 贯通下来 但是这个贯通呢 有一点是要提出来的 就是说 其实从整部书你读下来的话 它不是一个编年史 它是用五体来写的 但是从它表现的主要内容来讲 实际上它是对它来讲是近现代 越是晚近的历史写的越丰富 越具体 写的越丰富越具体 那个所以也可以讲 它是相对来讲 它是强调它所谓的近现代式的 是近现代式 当然由古代来 古代的部分 上古的部分 这个保存材料比较少 能够掌握的文献啊 各方面了解的比较少 这个因素 但司马迁其实对当代是有很强的 这个 其实有很多情感的投入 特别是对汉代以下 汉代以下那些 记转 如果一起读的话 实际上真的是非常的生动 非常的生动 非常的这个 写得非常的丰富 非常充分的 所以这点可能我是要提示一下的 那么除了这个 我们这个可以讲 这个所谓的通 这个是一个时间上来讲 那另外一个 如果从这个空间上来讲的话 其实也可以提一下 就是基本上史记可以讲 照近代的这个梁启超 他反省中国史学传统的时候 他就讲史记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史 而汉书呢 因为史汉吧 经常会排比在一起 他看汉书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史 特别梁启超讲的激烈的话 他说从汉书以下 这个所谓 这个中国过去的这些政史 都是为帝王家做家谱的 都是围绕着这个 军王 军臣的这种来写的 所以他是 反应的面是比较有限 而史记的那个面非常的宽阔 就是各类的人物 各类的历史事件 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 其实不仅是这个政治的方面 不仅是当时政治史的核心这个部分 而且其他各种人身百态 都有 这个非常的丰富 各种人物 他里边都非常丰富 是这样的一个 可以讲是一个表现的面 也是非常宽广的这样的面 这是也是需要提一下的 那么第三个来说 就是说是他这个 可以讲是一个无影之离梢 无影之离梢 为什么提出这无影之离梢 当然站在文学的立场上来讲 它当然是一部史书 我之前其实讲到左传的时候 先请了史书也提到过 其实这些史书本身就包含了文学性的因素 它不是因为它里边有所谓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些文学的要素 它本身就包含了文学的因素 要把一件历史 不仅仅是记这件事情 而且要续这件事情的话 不仅是记史 而且要续事的话 续事就要建立起一个作者 或者说续事者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建立起他的一个角度来 那么这个时候 他主观的情感和他的观念 就会渗透在里面 那么司马迁这个史记里面 当然是很显然是有他的情感性 特别是如果你看到 他写到的所谓战国以后 战国中期以后 一直到秦汉那时候的历史 他时时会表现这种情感性 所以这个鲁迅讲 他就是史家之绝唱 无影之离梢 史家之绝唱 其实是可以很容易理解了 因为他是历史上 一个开创的一个著作 和以前的体力都不同 他柔和了以前的各种的方式 创造了他的这个寄传题的方式 很了不起 我们要了解上古的历史 很大部分要通过实际来掌握 那么无影之离梢 其实就讲他的这个情感性 而且司马迁本人 对这个有非常明确的表述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文章 就是那个报仁安书 或者报仁少卿书 那个呢是搜在这个汉书的司马迁传里面的 那里面就非常的清楚 他里面就讲 所以这些都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 他从诗经开始 就是数起 数了很多 可能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就是他所谓的 都是所谓的发愤著书之说 发愤著书之说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中国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 这个发愤著书实际上 已经是他直接就公然的承认了 就是他写书 是有他的情感的 是有他的情感的投入的 那么这个事情 当然大家都知道 司马迁的生平 我这里不专门讲 大家都其实都了解 司马迁是一个读万眷书 因为他父亲家世 这样的一种史家的传统 他一方面是读万眷书 另外一方面他也行万离路 他大概青年时代 曾经走过很多的地方 现在通过那个史字 你去看 他经常会提到 他走到哪里 听到哪里 比如说一些很有名的篇章 他讲到 他曾经去看过 到孔子的墓那里去看过 他曾经到大梁 就信林经传的时候 走到大梁 在那里听到当地的人 跟他讲这个往事 他曾经去到韩信的家乡 看了韩信的早先生活 很多很多地方 基本上把当时汉帝国的 东南西北很远的地方都走到过 从这个史记里面 都是可以看出来的 那么所以他后来 当然他就是著书 就开始要著这个史记 当他著史记以后 就发生一个很重要 他在做了 没有最后完成的时候 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知道就是李丁事变 然后李丁事变 当然就这个李丁事件发生之后 他为李丁说了几句话 然后引起这个汉武帝的大怒 那当然就受到这个对他来讲 是齐齿大辱的攻行 那么后来司马迁之所以活下来 他那个豹人安叔讲的这个意思 他为什么要活下来 活下来因为他说 其实也是说这个生命是有限的 如果为了我这个生命本身的话 那应该就是死的 就是应该死的 但是我现在不死是为什么 实际上对司马迁来讲 他把他整个自己的这个生命 都转到了文字当中去 就是说他觉得在文字当中 在他的这部书里边 可以这个 他的精神 他的所有的一切 他的生命的意义 可能都可以在死记里边 得到传承 传到后代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死记可以讲 司马迁可以讲 是个现代主义者 一个现代主义的作家 就是基本上是一本书主义 用一本书囊括 他对整个人生 整个世界 整个宇宙的看法 所以他把他整个生命 其实投注到这个书里边 所以他就讲了这个理由 他之所以要活下来 忍受这些 迟迟大陆要活下来 是这个因素 所以你可以想象 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在他的书里 他绝对不是一个 纯粹客观的 或者仅仅是做一些 死雕的收集这样的工作 死雕的收集和排比工作 实际上是有很强的 这个情感性的 所以这个我想 有给大家提出来的 那么当然从文学上来讲 这个书是一个 可以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著作 人物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著作 因为死制的这样一种文学性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 死制的文学性 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 其实这样子这种文史 不分是在早期的历史 甚至到后来的历史当中 都是这样的 这个你可以把很多东西看成一个 有些史书可以看成是一个文学的著作 有些文学著作本身也具有历史的性质 你比如说你很难说 河马史诗到底是怎么样 河马史诗其实本身也是包含着文史两方面的 因为后来根据这个河马史诗也挖掘 就是考古也发掘这个特罗伊城 对不对 所以说它有很真实的一方面 包括你去读这个 我最早很早的时候 这个我中学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读那个战争与和平 就知道那个时候和俄罗斯和拿破仑的入侵 其实最早一开始是通过那个知道的 所以它有很多重要的战役 其实《战争与和平》里面都有写到 很多中国的传统里面也都讲到 后来比如三国演义就是个讲史的史书 对不对 人家都讲是七分真实 三分虚构 所以这些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那么你历史的文学性 其实我上次提到像左传 包括西方历史当中的希罗多德的历史 这样都是可以讲是具有很充分的文学性的著作 那么史记当然也是这样的 那么史记当然也是这样的 那么史记的文学性主要还是 我还重要讲史记的文学性应该怎么来表现 一方面呢 有的人可能说 就是文学现在通常容易考虑的就是 比如说文词 所以很多人后来讲史记重要 是从文词这个角度来讲的 是文章好 史马迁的文章好 中国传统的散文 特别是明清以后的很多散文家都提到这一点 那倒好不好 当然 当然好 就是说古代文学 中国的古代文学长期是重修辞的 从当时汉代就这样 后来到后来的这个篇文 什么诗 都是非常重视这个文字的 它里面确实也有好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项羽 我就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非常 有名的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项羽本记你们原来课本你有过吗 中学里面 是读哪一段 乌江自文 霸王别姬 就最后那一段 它前面 前面那一段你们破釜成舟 那个读过没有 司马迁的文字你们要去读就是你们知道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写那个文章很多人写起来他都会我一直讲就是用很多这个虚子 其实这个虚子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虚子很多基本上我感觉基本上是宋代以下那些人喜欢用很多虚子然后来调节这个文章的怎么讲就是这个文章的节奏 这个其实司马迁你仔细看司马迁的那个非常有限的 他并不多的 他虚子并不多的 比如说那个项羽本记里面写到这个破釜成舟这一段 他当时讲这个当时引兵渡河 陈传这个烧鲁舍 持三日粮 以士士族必死 无一还心 你先看他没有这叫 于士志则为王黎 于秦军欲 久战 崛起勇道 大破之 杀书脚 鲁王黎 射奸不详处 自烧杀 这个 没有一个这个 这个所谓非常紧凑的文字 汉人的文章其实是非常紧的 非常紧的 就司马迁的文章可以看是很紧的 然后下面这段就特别 当事时 储君贯诸侯 诸侯君旧赤壁下者十余壁 莫敢重兵 即储及秦 诸将皆从毕上官 储战士无不一以当时 储兵呼声动天 诸侯君无不 人人醉恐 于是已破秦军 项羽召见诸侯将入园门 无不欺行而前 莫敢仰世 项羽游世 使为诸侯上将军 诸侯皆属言 就这一仗是项羽 其实原来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 但是这一仗 这个破釜成州这一仗 这个把秦军击溃 击溃以后 这个等于是在整个各路 这个反秦的军队当中 确立他自己地位是关键性的一仗 他完全以他的这个勇气 赢得这个胜利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仗 所以司马迁在这里是特别写的 在项羽本这里特别写到这一段 而且这里面你可以看 他用了三个无不 这是非常有名 后来人这个评都是讲 一个是就是无不意义当时 然后呢 诸侯君是无不人人醉恐 就是都很害怕 最后打胜了之后 他召见 他开始召见诸侯将 原来是那个石余弼 很多这个军营扎在那里 谁都不敢去跟秦军接战 但是这个时候 他打赢了以后 他把诸侯将招揽 那些诸侯将入园门 无不起醒而前 都是跪下来 这个往前走 莫甘养世 这个实际上是 这个是用了三个无不 所以这个文章主要只是 如果你这样读的话 它其实是非常紧凑 非常有气势的 那个确实是非常好的 一个一段文字 那个后来这个汉书 班固呢 班固大家知道 后来班固的很多书 它其实是 这个利用了司马前的文字 进行删改 调整形成的 那么像 他这个项羽 它是列入传里面 是项集传 它并不是这个 不是本纪 因为在汉代的立场上来讲 项羽不算一个什么 怎么能列入本纪 对不对 这个只能是刘邦 高祖可以列本纪 他不算 所以他是列在传里 但是传里呢 文字上有很多乡亲 像这个地方 他三个五步 他就去掉了两个 只保留了一个五步 所以那个文字相对来讲 就比较的 怎么讲 也可以讲比较严谨 也可以讲比较客观 但是这个司马前的这种 这种气势 整个他写的这段 所谓破釜成舟这一仗的 这个气势就已经没有了 他这个非常 你可以看到非常紧凑 少须致 所以你琢磨琢磨 司马前的文字呢 其实确实是有这个 但是我想这个是他只是文词 是他文学的一个方面 是一个方面 但并不是 我觉得并不是最主要的方面 那么司马前里面 比如说有些地方 有些人我讲了 比如说有些人认为他的虚构 他的很多虚构的一些事情呢 是具有文学性 这个里面有很多 我这里不去仔细特别说了 比如说如果有兴趣 你们去可以看 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姓凌军 姓凌军那个列传 写那个魏公子无忌的 那个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生动的 这个钱宗书仙在他的管制编里面 也特别提到过这一段 钱宗书仙那个书是读好几 读十种中国古籍 其中一种就是这个实际 他用的是那个日本人的那个 那个那个实际绘筑考证 他里面讲到这个姓凌军这一篇呢 他就说这个是非常生动 确实非常生动 但是这一段呢 有意思就是司马迁写到战国时代的很多事情呢 我们根据其他的史料是可以对比的 比如说战国册里面啊 有些是可以对的 对出来的 但是姓凌军的这个故事呢 在战国册里完全是没有 没有这么丰富 这么生动的啊 那么哪里来的 那么司马迁在这个姓凌军的最后曾经讲过 他讲五过大梁之虚 求问其所谓遗门者啊 他曾经到大梁那里去 在那个遗门那里去问过人啊 遗门是什么呢 就陈之东门也 东也东门也 天下诸公子 亦有十四则已如何如何 他就是实际上到了那边去采访过啊 就是当地采访过 所以呢 人家说这个可能很多是他听来的传说 就听来的传说这些东西到底是真的假呢 可能已经敷衍已经敷衍过发挥过了 那可能是这本 那么里面一些故事啊 这个你要认为这个是文学性 这当然毫无疑问就是 新凌军这篇确实是很生动啊 很多人都会选到这一篇 那么是不是呢 他是的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最根本的 如果做史记这部书整个有文学性的话 我想这也是不是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恐怕就是在他的这个 因为他是写人物啊 写人物 这个他涉及到种种的人物 因为我们最最简单的一个说法 就是比如说文学是人学 当然现在不知道了 过去基本上文学是人学 写人的啊 文学人是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 一个对象啊 所以那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对人的关注啊 对人心人情啊 这些人的行为的这些关注 同情理解 甚至愤怒批判 这些实际上都是表现了这种文学 题中应有之意啊 这些都是所谓文学的题中应有之意 而这一点呢 在某种程度上 在现代来看 某种程度上 不是史学真正中心啊 那个史学呢 当然要理解人啊 史学也有关注人的史学 但是史学的线 从现在来讲 分科之后的史学的观念来讲 他恐怕他不是以人对人心人情 这个人的行为的理解 其实并不是 而且特别是对具体的个别的人的理解 那其实并不是一个史学的这个焦点所在 那史记呢 其实就是集中到人 而且呢 史记你可以看 就是司马迁对于人是抱有很深切的这个兴趣 了解的兴趣的关怀的 那他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啊 就是上层的 可以讲是帝王将相 那底下呢 这个范夫走足啊 什么他里面有不知列传啊 什么刺客列传啊 什么这些都有啊 各式各样的人物 而且呢 他不管 史马迁我特别印象 就是说他不管对这个人物 他是有情感取向的 不管对这个人物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是有批判的还是同情的 他其实都能够理解他 都能够发现他有意思的那个方面 谢谢